从心到物到外头 所以我们弹琴最终的目的 是要得化宇宙的至善 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弹琴它是表达一个人的修养的其中之一 当然写字也可以表达一个人的修养 但是入人心最深的莫过于声音 心深就是说你心中有一种志向 透过这个音乐表达出来 所以既然声音是终结你一个人的修养 所以我们必须要弹琴之外的弦外功夫 那就是要去修炼的 要不然你弹的是什么内容呢 你传达什么呢 所以你光有技巧而没有内容 那这个不是我们古琴的主要的一个目的 琴是人我心灵的会蒙 我弹一首悲伤的曲子听者 听的人也感觉到悲伤 我弹一个快乐的曲子 听的人也很快乐 所以在这个当下我们的精神是交流 交汇的 然后共同有个盟约 这是我们是快乐的 你也快乐 所以读了略 不如像我们是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